我刚才倒车的时候 我的后轮即将称到了毛路牙齿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直脚倒车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过 今天喵哥先给大家讲一下直脚倒车的时候 如何防止我们的后轮称到这种低矮的直脚毛路牙齿 因为一旦称上来之后 你的轮胎台币就极有可能被撕开一条口子 这样的话基本上你的轮胎就废了 只能换轮胎没得补 首先喵哥给大家讲一下左转弯倒车 我们如何防止我们的左后轮称到这个马路牙齿 由于我们是依靠后视镜看点位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后视镜调到标准状态 也就是说在后视镜里面能够看见两个门把手 而且前门把手应该是后视镜的下角 另一边的后视镜在你标准坐的下 它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你的后视镜的角度不一样 会导致点位的角度不一样 就是调成这种行驶状态的标准后视镜 由于车子离开马路牙齿的距离会影响我们的点位 所以首先我们让我们的车子车身离开马路牙齿的距离 大概在30多到40公分左右 然后把车子摆正往后倒车 注意看这个尖角 现在后视镜还是可以看见这个尖角的 然后等后视镜完全看不到这个尖角的时候 把方向往左打死往后倒车 刚才看这个点位在倒车之前 车子离开马路牙齿的距离不能够低于30公分 假如说低于30公分的话 按这个点位倒车的话就会压到后轮 我现在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我把车子低于30公分 就是20公分左右贴着马路牙齿 再用个点位看一下会不会压到了后轮 你就看你就知道了 大家看到刚才我的这个车子离开这个 马路牙齿小于30公分 所以按照刚才的点位直接就蹭到了 所以说你想不蹭到的话 靠谱的做法建议大家大于40公分 按照这个点位基本上就不会蹭到 如果说这个车子小于了30公分 那么直接就从马路牙齿上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像我这个轮台 现在全部挤上了 挤完之后这个轮台这里就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挤压的一个痕迹 通过这个点位一把倒进来 不蹭到这个马路牙齿的坚决的话 那么你的车子离开这个马路牙齿这个距离 建议大家不要低于40公分 这是比较安全靠谱的做法 同样的我们这个给大家演示完的这个左倒车 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右倒车 因为这个左边呢 其实这个先度还是好看一点 你实在有时候看不准的话 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 把车稍微这个踩停一下 稍微这个瞄一下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右边的话 由于这个离开比较远 那边的话瞄都不太方便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位置就更为重要了 现在呢我就开始这个把车开到 开始右边去 同样的操作 我现在还是让这个车子呢 离开马路牙齿的距离40多公分 我们现在这个依然延延刚才这个点位 看到最近的直角马路牙齿这个尖角 在你的后视镜里面看不见了 我们再把这个方向打死 倒进来 而且不会刮蹭到车轮 好了 相信通过刚才瞄个的演示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要想这个直角倒车 让你的这个两边后轮 不蹭到马路牙齿的那个尖角 用刚才我跟大家演示的 在后视镜里面看到这个直角的 这个点位呢 那么你的这个车身 在你倒车之前 距离马路牙齿 最好不要小于40公分 如果小于40公分的话 容易造成轮胎台币 被马路牙齿直接就撑破割破了 这种情况的话就只能换台了 虽然说这种看点外的办法呢 比较机械 但是呢 对我们新手呢 还是有蛮大帮助的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实在 对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各位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